刚才说过,我们的demand和downloads都没有变化 我们现在有了trade之后 我们的free trade之后,我们的supply curve 变成SF ABFC 这几点连起它 前面AB就是原本的domestic supply curve 是靠本地生产的 当我们去到B,就是做到Q1的时候 marginal cost由本地生产更高于油口价 就可以油口了 BFS就是对于油口的供应 打滑的 再来看看,用现在demand 区D 和那个free trade 的supply curve SF 找回那个intersection point 第一个去到F那点,就是demand 区 和SF intersept的点 就是free trade的equilibrium 就是需求量等供应量 去到Q2 其实就是这两条intersept这点 再来看看 至于PW,就是free trade的price 因为根据需求量等供应量 这个就是free trade的equilibrium price 就是PW,就是PF 这个是world price来的 是国际市场定给你的 OK? 跟这个呢,其实就是 F移下来的 其实就是free trade的equilibrium quantity 最后的交易数量 当然交易数量有部份入口的 有本地生产的 OK? Q2就是domestic consumption 最后的消费者 用PW买这些货物 即是domestic price 变成PW 都是world price 买到Q2这么多 消费者 买到那个价格等于需求量 或者价格等于marginal benefit 所以Q2就是domestic consumption OK? 至于那个output数量 其实有部份是本地生产的 B本地生产的 就是Q1 因为呢 刺繹屋是本地生产的 PW的时候呢 都是做到marginal cost 就是PW的 就是做到B那点 所以本地生产就是Q1 Q1之后呢 靠入口 入口就是Q1和Q2之间 或者叫Q2-Q1 都可以的 这个距离呢 就是 Q2就是本地消费者买的数量 Q1就是本地生产的数量 生产的数量 所以这里呢 就靠入口了 所以Q2-Q1就是入口的数量 是Volum on Impulse OK? 所以最后的情况就是这个 当然用那个 supply區 SF和demand區 那些domestic price 就变成PW了 Domestic consumption 就是Q2 消费者买到Q2 就是格格PW 一个需求量 就是Q2 Domestic output 本地生产的数量 就是Q1 Q2-Q1 就是入口的数量 这个就是 3Trade的情况 看到消费者呢 那个supply 其实上升了 因为包括 有入口的供应 S0 它是SF 其实是向右二的 就是发了下来 打橫了 在PW 在Murl Price 开始入口 至于有入口 由P0 本地的货物 的价格 如果没有trade 就P0 但是有trade之后 用入口价买回来 便宜了 就是本地消费者 享受的 价格下跌了 而本地消费 因为价格下跌了 而本地消费多了 因为价格便宜了 跟Raw Demand 需求量增加 消费到Q2 增加了 Domestic producer 就下降了 因为本来 没有入口 它做到PQ0 但是有入口 只是做到Q1 所以Domestic的生产 数量少了 至于入口数量 那时候由0 变成有 由Q2-Q1 由Q2 就更多了 这是Free Trade的影响 你发觉 对消费者来说 那些东西便宜了 便宜了 便宜了 但有商来说 对本地生产商 便宜了 便宜了 因为做少了 价格便宜了 便宜了 便宜了 后面说 Terry的影响 Terry的影响 不得了 便宜了